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YouTube频道 今天咱们要讲一讲王自如要为年轻人树立一个什么样榜样的问题 故事怎么开始的 王自如作为一个早期的网红 做手机测评的网红或者叫IT数码博主 其实已经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了 最近王自如接受采访的一个视频被放出来 让很多人破防 说王自如你原来那个朝气蓬勃 那个不害怕罗永浩的人哪去了 罗永浩当时绝对是传统老势力传统的这种大牌 对吧,你不怕他 你可以跟他在那面对面的竞争 那个人哪去了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中年油腻大叔 他在里头说了一些话 让很多人拿来点评 说怎么可以这么无耻 咱们讲讲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你什么都不会 你做事情的时候一定会犯错 你的公司一定要为你犯的错误买单 还有人教你怎么做事 这还不算完 还有人给你发钱哦 说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能有那么一段精力 跟在一个顶级的企业家身边 从事工作 开展工作 我哪怕每天什么事都不做 就看他怎么开会 我听他每天讲什么做什么 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工资条都没看 就希望距离董总近一些 随时汇报 其他都不重要 讲了这些话 当时讲到这个顶级企业家的时候 董明珠在旁边听着呢 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在后面补了一句 就是个老师傅 让个老师傅带一下就好了 讲了这些话 当然了 我没有给大家放的那个视频 肯定情感上是要差一些的 我也讲不出他那个油腻的味道来 虽然我肯定比他老 而且肯定应该是比他油腻 但是他那个程度达不到 所以说什么呢 其实不那么重要 带着个手串 摇头晃脑直手画脚 满脸的眼神横飞 实在是太油腻了 整个这个过程让你看着 觉得心里有些难受 屠龙少年 终成恶龙 对吧 终于活成了你自己讨厌的样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如果这就是年轻人追求的榜样 这就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了 难道说一个年轻人 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说最后的成功就像王素如这样成功吗 这实在是太悲惨了 因为最近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个问题 说佛系 对吧 说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年轻人佛系了 欧美人佛系了 日本人佛系了 或者说未来的希望在哪里 经济好不好 我现在努力奋斗和拼搏以后 为什么啊 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到底是不是要去努力 拼搏和奋斗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种问题 以前的昭和男儿 面对平成废柴的时候 他们痛心疾首 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对吧 当然我们宁肯让他佛系 也不要让这些年轻人 长得像王子如这样 摇头晃脑 这么油腻 这么 你说他有一些寡言 咸耻啊 都不算过分 讲出这种话来 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要比成为佛系的人更悲哀一些 那么 为什么欧洲人佛系就很幸福 到中国人佛系就很悲哀呢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今天看了窦文涛的一个节目里头 讲的这样 说在国外你佛系了以后呢 只是你没法成为最成功的那少数人 但是大部分人过得还是不错的 而在国内的话 如果你佛系了 你就会失败 那么成为大多数 而大多数人过得是很悲惨的 大家要去逃离的那个地狱 所以在中国佛系是更悲哀一些 如果大家最终的追求 就是像王子如这样彻底油腻 摇头晃倒 说一些恶心人的话 从而追求上进 那是多么的悲哀 大家要看到 马斯克 桀骜不驯最终成功了 包括前面的马云 也是这种桀骜不驯 说各种话 虽然现在在被捶打 但是依然不能否认他是成功的 或者是像王子如这样 彻底油腻 也是一种成功 我们到底应该追求什么 那么什么样的人 在去骂王子如呢 很多其实是希望成为王子如那样的人 他们在骂王子如 说我怎么没上去 我怎么没有拍好领导的马屁 我怎么没有这么油腻 这个话说的这么有水平 让我的老板这么喜欢我 我怎么没有做到 其实很多骂他的人都是这种人 还有一些人呢 可能就是放不下身段 被社会毒打的人 或者说我们还希望说 有一些人可以有个性 有尊严的活着 而且通过这种方式 依然可以获得成功 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说 我们的社会应该包容那些 有个性 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去成功 对吧 会有这样的希望 但是这种人可能就比较少了 绝大部分骂王子如的人 都是前两种 就是希望成为王子如那样的人 或者是放不下身段 被社会毒打 没法成为王子如那样的人 对吧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我记得原来是哪一本书上写的说 老外反腐的时候 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腐败呢 说中国人反腐的时候 想的是 那个腐败的人咋不是我呢 这个里面真正该骂的人 其实并不是王子如 王子如能够走到 今天这一步 这是他的选择 而且他可能真的认为说 这就是一种成功 或者说我真的在为 自己的未来 自己的成功所付出努力 而在这个努力上 可能真的是 没准他上面这些话是发自内心说的 这个我们再去 待会详细去分析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那么真正该骂的人 是董明珠吗 即使也不是 董明珠我相信 在所有的这些企业家里 他肯定还是算 做的最好的这一批人 对吧 不算最那一个吧 说这像王子如说 是顶尖的企业家这个事 这个可能我还说不出来 但是我相信 董明珠在所有企业家里 一定是站的比较靠前的这些 那么到底谁应该被骂 或者在这件事情上 做错的人到底是谁 其实是 董明珠所依靠的 整套的体系和架构 整套的制度 为善的制度 官本位的制度 上面的人可以 一言而诀 下属之生死 对吧 上面的人 富有所有的权力 但是不承担任何义务 对吧 向上看全是屁股 向下看全是一张一张笑脸 是这个制度才是应该被骂的 王子如只是看明白了 学通透了 对吧 进入到这样一个体系里面 来在这个体系里面 他表现出来了 可能大部分人说 我不会把自己表现成这样 或者说 董明珠在旁边 对吧 我就需要如何如何 去讲这个话 但是他也没想到说 这个东西会放出来 那么这个 才是王子如现在的状态 但是王子如 以前他说话 其实也是这么摇头晃脑的 只是那个时候 比较瘦 比较清秀一点点 只能算清秀 不能算好看 那个时候的王子如 他是有一定表演性人格的 但是你到现在了 中年油腻了 你依然用原来那套方式 来进行演绎的话 咱们叫老黄瓜刷绿色 对吧 你装嫩是装不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看着这么别扭 这么痛苦 说怎么回事 他其实你去看他以前的很多的视频 他其实也是这样说话 也是这么摇头晃脑 直手画脚 对吧 满眼的这个表情很丰富的 这么去讲话 只是现在老了 你应该稳重一些了 这个是王子如的 现在的一个状态 其实我是见过王子如本人的 王子如这个人 其实他是叫没赶上好时候 什么叫没赶上好时候 他是最早的一批手机测评 或者叫IT开箱测评网红 而且做的非常的专业 而且拿到了雷军的投资 也是在当时算跑得最快的一个 那你说都已经成这样了 为什么没赶上好时候 其实原因很简单 那个时候的网红还没有直播带货 当时他聚集了大量的流量以后 他没法直接的去做直播带货 卖钱 对吧 那么他还要去做其他的生意 当时的网红天花板是非常低的 你聚集了大量流量以后 你花了很多钱 你去买了手机 你去做了评测 你去拍了视频 做了所有这些事情 其实你挣不到钱 那么挣钱怎么办 你还是要去做其他的业务去挣钱 这也是我为什么当时去找的 对吧 当时我是去他深圳的办公室 他到那的时候 他的其他员工都下班了 我是晚上去的 因为正好是建了一天的项目 到晚上去找到他 当时我去的时候 我是猎豹移动的投资总监 对吧 因为都是雷系公司 猎豹移动也是雷系公司 我去到他办公室里等他 他去健身去了 还没回来 等了一会以后 回来背了个大包 当时很瘦 非常非常瘦 满脸是坑 反正他皮肤不是很好 很有活力 甚至也有一定的个人魅力 对吧 当时还是可以的 我当时为什么去找他呢 王自如给自己找到了一个 未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做二手手机的回收 为什么干这件事 因为他是做手机评测的 那我既然可以做手机评测 我就对手机这个行业比较懂 他要卖他的品牌 我懂手机 我回收回来的二手手机 我去检测 我去进行维修 翻新再去销售的二手手机 是有王自如金字招牌在这挂着的 我做手机评测 我最懂 那么这件事情 其实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 我当时去找他是因为猎豹手里 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我们收购了安兔兔 安兔兔呢 说也是做手机评测的 你们两边是不是合并起来 一起去做二手手机的回收和再交售业务 当时跟他们去沟通这件事情 但是二手手机回收这件事呢 它是一个很沉重的方向 并不是一个网红公司 或者说前端流量公司可以玩的转的 所以这条路他最后也没有走通 因为你真的是需要到线下去开店 去把手机收上来 收完了以后 维修检测 再去包装 再上市 每一边维修检测的 再怎么拆解 进行无害化处理 贵重金属回收 要整个做这条东西 当时呢 我们也看了另外几家 一家呢 是叫爱回收 一家叫回收宝 爱回收现在 后来是被惊东投了 回收宝 其实是 安兔兔员工 离职了以后 进去创业 一起做的项目 安兔兔这个事情 他做手机检测 你去做二手手机回收 这件事 它是合情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二手手机 你那里面 比如都是三星的手机 里头不同的芯片 不同的屏幕 你是连通的 是移动的 是电信的 它是不一样的 这些东西 你普通人看不出来 包括当时还有山寨机 你只有像安兔兔这种软件 你可以对手机进行 完整的评测了 你才可以说 让收二手手机的人 可以非常清晰的知道 我到底有没有被坑 或者让买到二手手机的人 第一时间能够知道 我买到的 是不是跟他宣传的东西 是完全一样的 就跟大家去买二手车是一样的 只是他后来这个项目 也没做下去 就是当时我为什么去见他 罗永浩跟王自如当年的对决 也是这一段时间 大家拿出来对比 罗永浩跟王自如说 被包养了 就不要再去讲什么独立人格了 这个事让我精神很分裂 这个呢 其实是罗永浩当时用身份地位在压人 他是一个老前辈 王自如去见罗永浩之前 其实也跟我们是有沟通的 因为都是雷系公司嘛 他是被雷军投的 我们当时猎豹一动也是雷军投的公司 所以都是有一些线下沟通 当时就跟他讲说 你到那不要去想跟罗永浩做任何的妥协 你是妥协不了的 你必须要你死我活的上去拼 对吧 如果罗永浩压制不让你说话 这整个状态我们都提前想到了 也跟他支好招了 说你如果出现这种问题 当场就拍出的走人 对吧 不要给他留任何上去羞辱你的这个机会 但是王自如不听 王自如说 我要去很尊重罗永浩 对吧 我一定要跟罗永浩好好谈 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得谈的 对吧 他当时其实是比较天真的一个状态去了 那么结果上去以后呢 第一个罗永浩其实是拿身份压了他一把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去自己做出了手机 你一个做手机评测的 对吧 怎么怎么回事 第一压了他一样 第二个呢 上来就给王自如身上打标签 说你是雷军头的公司 对吧 你有什么资格作为中立方去来给我做评估呢 这个东西呢 就有点像叫配钥匙的老师傅 你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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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身上啊 以前说过什么话 你跟雷军有什么关系 那么你做出来的所有评测 我们就不用再去看他的公正性了 这个事一点不公正 而且最后还去讲什么 说王自如你来了几个人啊 六七个人上北京来了 说来你的机票我给你掏了 对吧 后来王自如说不用不用啊 我们自己有钱啊 我们也是有费用的 罗永浩说 你这就是手机厂上给你出的钱 了条子走人了 这个呢 就纯损属于叫耍流氓 对吧 你到那去 你真要给人掏钱 你提前掏啊 掏完了你别说呀 你到面前去 说哎 你那个来啊 我给你钱啊 这个不就纯纯耍流氓吗 等于就把他 王自如纯纯羞辱了一顿 下来以后 我们还问他说 你咋不 钱都商量好了 对吧 他不让你说话 他每次打断你 你为什么不扭链就走呢 啊 后来王自如说 我还是很尊重罗永浩的 我希望能够跟他好好谈 我希望能够跟他心平气和的 把这事说明白 后来我们告诉他 你去之前就跟他说了 你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这个事是不可能的啊 但是王自如一招后来说 还是这个事结束了以后 说我还是希望跟罗永浩 那个重新握手烟 和重新去怎么坐在一起 他说我还是很尊重罗永浩的 就是从这个败下阵来以后啊 他还在坚持这么说 王自如身后呢 确确实实是老雷啊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呢 王自如做的评测本身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是能力的入脚的 包括安兔兔 后边也是雷系公司 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雷军上帝说 不服跑个分啊 其实都是雷系的公司 在干这个事情 但是安兔兔最后跑分的那个分 也是力的入脚的 因为当时我们收购了安兔兔以后 我们跟安兔兔的人去沟通过 不是说雷军说 我想跑分跑得高 就能跑得高的 我们当时安兔兔做的是什么 是你的跑分必须跟用户使用感受相匹配 你不能说用户觉得慢 你还给他跑得高 这个事是绝对不行的 那么他跑分跑高了 那么用户使用一定是流畅的 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啊 而且安兔兔的底层代码 压根就不是小米能碰到的 安兔兔的底层代码是高通 MTKVIDIA 英特尔这些芯片厂商 可以去看的 雷军是看不了他底层代码的 是没有办法去修改安兔兔的 跑分相关的这个数据的 当然这些人跑分也作弊啊 就小米也好 OPPO Vivo 华为 包括华为 跑分都作弊 他们作弊是什么 就是我会在侦测到跑分的时候 怎么办呢 功率全开 对吧 疯狂的跑一把 跑出一个高分来 但平时我会降频省电 让你这个手机不要发热 就会干这件事情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小米的手机如果跑分比华为高 那么他的使用流畅度 一定是比华为好的 这个事还是要去讲清楚的 在这一点上 雷军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工程师的一个人 他在这块上呢 有小聪明 但是呢 他不会做大的比 那么在王祖如跟罗永浩的 这个对决里头 王祖如肯定是输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罗永浩呢 也没赢 最后他没有把手机卖的 大卖嘛 没有做好嘛 他也没赢 而且在这种对决上 喜欢王祖如和罗永浩的人 或者讨厌他们的人 也不会倒戈的 对吧 我还是会喜欢王祖如 或者还是会喜欢罗永浩 他不会有什么变化 罗永浩呢 虽然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去应对了一些 市面上的负面消息 但是你最后手机没卖掉嘛 或者你卖的这个手机 还是有问题嘛 这个事情就你也没有赢 我去见王子如的时候 是在这场对决之后 不是在这个对决之前 不是说王子如你去 跟这个拿着雷军的 这个命令去跟 罗永浩去对决去了 或者说你想到这个视频上 直接把这个罗永浩干翻 鬼子手机直接翻车 你如果失败了以后 大家就抛弃 你没有这个 我去见王子如的时候 是在这场对决之后啊 王子如并没有被雷系抛弃啊 当时我们是准备 进一步整合雷系公司 最后呢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 仔细看看王子如说的这些话 这个里边还是有智慧的 这个呢 就是国内大企业 包括大的组织和机构 他们现在的一个现状 如果年轻人 你真的想在这个里边混 你要么就躺平佛系 要不然 你真的要照这个方式去学习 我们来看看都说什么 第一 你什么都不会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觉得我会 对吧 有人说我给 任正非 写万言书 对吧 有这个大学毕业生 或者研究生毕业了以后 进入华为 没一个月 就给任正非写万言书 说我觉得华为哪哪有问题 这个事还是不对的 任正非也说来说 说你进来你看明白了吗 你就给我写万言书 对吧 眼高手低 讲的就是你啊 所以上来以后 首先要想清楚 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王子如是什么都不会吗 他也创业 也做过手机评测 甚至也进入过 二手手机回收行业 对吧 也跟雷军 跟所有这些人去打交道 他什么都不会吗 他肯定是会的呀 他对互联网 对这些东西 他要比懂明珠懂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摆正了心态 叫你什么都不会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叫你做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犯错 这件事呢 其实很厉害 厉害在哪呢 他已经为自己的犯错 找好了一个台阶了 我们管这个东西 叫预期管理 对吧 老板 你不要觉得 我做了肯定对 有些人上来就拍着胸部 我肯定行 我老厉害了 你把这事交给我 我把这个牛皮吹破 他就是搞这样的事情 王子如说 不是这样的 你做事情的时候 一定会犯错误的 你什么都不会 特别是对于像格力 这样的一个老牌企业来说 一个新人进去 上来说 我这个我也明白 你那个我也明白 那他就肯定会被内部群起而公知 上来说 我什么都不会 我做事情 我会犯错 你们看见我犯错的 你告诉我 对吧 这个其实是一个 进入这种大机构来说 年轻人 其实他已经不年轻了 必须要摆扔的心态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你现在听 会觉得非常非常恶心 或者说他整个摇头晃脑 那个过程 你会觉得很恶心 但是这话本身并没有错误 再往后说你的公司一定要为你犯的错误买单 这句话呢 其实是一种愿望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进去都会犯错误 我们都希望公司对我们包容 对吧 当我犯错误的时候 请公司买单 不要上来说我犯了任何一次错误 就把我开掉 或者就让我去承担所有的后果 这个其实是他说的一个愿望 并不是说就是这种愿望 其实很难实现 再往后一句讲的什么 说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有人教你怎么做事 这还不算完 还有人给你发钱 当然这个就属于油腻了 我上你这上班 你就该给我发钱 对吧 凭什么说我上你这上班 你不给我发钱 我当时去跟他谈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给他钱的 对吧 不是说这个你把你公司交给我 我就不给你钱了 没有这事啊 这还是要给他钱的 所以后面啊 这个叫这还不算完 还有人给你发钱 这个是油腻啊 没有任何价值 说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这也是油腻啊 再往后讲什么 说有那么一段经历啊 跟在一位顶级企业家的身边 从事工作 开展工作 这句话呢 其实是这样 你可以跟着董明珠身边 有一个机会向他去学习 近距离去观察本身 这个确实是有价值的 你跟在任何一个人身边 甭管是马云 马斯克 雷军啊 像我以前啊 在傅盛身边 其实我跟傅盛还没有那么近了 包括比如说你有机会跟在任正非身边 或者是董明珠身边 如果你真的跟上了 能够认真的去学习 能够真的认真的去看他们怎么做事情 这个呢 确确实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没什么好说的 咱不要提前我的例子 比如说傅盛吧 傅盛当年进入360的时候 他就老老实实的跟在周鸿一身边 跟着周鸿一学习 他在被扔出360之前 或者跟周鸿一闹掰之前 他在360里边的外号是什么 叫小周鸿一 对吧 每一次周鸿一在上面开会 一定是傅盛在下的做记录 为什么 因为周鸿一有时候的话也是前言不达后语 或者说逻辑没有那么清晰的 傅盛会在底下把它记得非常清晰 他专门有一次给我们讲课说怎么记笔记 对吧 怎么能够在老板讲话的时候把这东西记下来 这就是真的是人家的看家本事 他把周鸿一学了个十足十的相 对吧 才能自己自立门户出去搞事情 所以真的有人能够跟在老企业家身边 好好学习 这个事呢 是有价值了 后边再讲说 我哪怕每天什么事都不做 就看他怎么开会 我听他每天讲什么做什么 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这个里头呢 其实有一个小智慧 什么意思 我是可以什么都不做的 对吧 我不是说进来要背KPI 我进来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我是可以什么都不做 我就坐这看他开会 看他讲什么做什么 这个事就可以了 哪怕说我看完了以后 最后我给你写一篇传记 我给你写个小伞文 我吹捧一下说 哎呀董明珠你怎么怎么样 这事都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很多公司里边的市场部 就在干这件事 每天给老板歌功颂德 每天给老板去树立人设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咱不说这个话 事好还是不好 但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作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 或者真正的管理者 他们个人IP和品牌的这种营销 对于整个公司的这种发展 或者整个公司品牌形象的营销 是至关重要的 你跟他说格力怎么怎么回事 大家听不明白 听不进去 你跟他说董明珠怎么那么回事 啊 董明珠又出啥事了 对吧 赶快去买个公条 回来试试 开个玩笑啊 但这确实是一种 相对来说成本较低的 内容传播方式 或者说是一种价值传播方式吧 再往后呢 叫工资条啊 都没有看 这句话 其实他的工资肯定不低啊 绝对绝对不低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要相信 格力这种老牌的大厂 他的工资也不会太高 他的工资在格力里边 肯定算高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你如果告诉他说 我的工资是多少多少 那么在格力里他就没法待了 啊 肯定有很多人说 我待的时间比你长 这个管的事情比你重要 凭什么你挣的比我多 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出来 啊 另外呢 这个 在外面 比如真正的在互联网大厂里边 啊 或者是在创业群体里 他那工资一定是低的 啊 所以呢 他也没法说这个事 所以工资条 我都没看啊 这句话是讲的这个 另外一个 这句话讲的是什么 要跟前面啊 孟宇童形成鲜明的对比 因为孟宇童是晒过工资的 说我一个月工资 可能是六千还是七千块钱 我忘了 反正就是这么几千块钱的一个数 我就是一个普通员工 这个干的是普通员工的事 拿的是普通员工的钱 啊 孟宇童是说过的 到王自如这 这公资条我都没看 大家要知道 很多的企业 包括我以前 待的绝大部分的互联网公司 都有一个重要的制度 叫心思保密制度 为什么要心思保密 为了大家不攀比 为了说 哎 我挣的钱多了 你挣的钱少了 大家不要到这来说 哎 凭什么你挣的比我多 凭什么你 我挣的比你少 不要搞这个事 所以就是工资保密制度 像我以前在盛大的时候 也是保密新资质 盛大当时大概是三大铁律 啊 触犯铁律就直接开除 啊 第一大铁律是 可能是贪污还是什么啊 第二大铁律可能是做 有损公司形象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跟这两个合在一起的 就是泄露公司 啊 你告诉大家 我是多少工资了 或者你去打听别人工资了 只要碰上这个 马上开除 没有任何可商量的 这个是一票否决 王自如说 我的公司条都没看 这句话 其实是符合 中国企业这种保密 薪资制度的 但是保密 薪资制度 其实是他到 公司大了以后 是没法去执行的 没法去确保 同工同酬 没法去 说激励大家 努力的向上 因为你在一个公司里头 你要涨工资嘛 你不知道别人挣多少钱 你怎么知道说 我以谁为榜样 怎么去努力呢 他人是做不了 这件事情的保密新资制本身是有害的 但是保密新资制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是不能去闹事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别人挣多少钱 你当然说老板凭什么他挣的比我多 那你问他 你知道他挣多少钱吗 你这个时候如果说知道 直接触犯铁律被开除了 这事这么简单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后边的半句 说就是希望距离董明珠近一些 随时汇报 其他不重要 这句话 其实是在所有这些大企业里头 大公司里头 或者说大的机构里边去混的 最核心的一句话 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种企业里边 它的圈层是一圈一圈的 离上边 你离董明珠近 你就是在核心圈里头 你离董明珠越远 你就离核心圈越远 如果你每天都可以跟董明珠去做汇报 你就在核心圈里头 没有任何人可以隔开你跟董明珠 没有任何人可以在里面去汇报说 王子如又怎么说你了 王子如又如何说 没有人去可以说零话 所以在任何一个这样的官本位的 一个向上负责的一个体系里边 我们只管看着最上面那个人 我们怎么可以离他更近一点 再近一点 我怎么能够再看看他上面还有没有人 我能不能跳过他 再跟上面那个人再近一点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在格力这样的一个里头 你说坐井观天 在上面董明珠就是你的天 我离他近一点 这个事就是最重要的事 其他都不重要 这个是王子如整个这句话里边讲的 虽然看着很恶心 但是是最正确 最智慧的一句话 就是我希望距离董明珠近一些 随时汇报 其他不重要 你如果说立志要在一个大的机构里头 大的企业里头去混 你就想想你有没有做到这一天 谁是你的天 你有没有离天足够近 最后就没必要去骂王子如 真正应该小心的反而是董明珠 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有一个年轻人 愿意在你面前握心肠胆 我已经连脸都不要了 在你这里去拼一个出身 拼一个上位 在这个时候 那卧心肠胆完了以后 吴王夫差最后还是被岳王勾建干掉了呀 以前国内也有企业家说 我找了新人进来 怎么看怎么像我 怎么看怎么跟我一条心 这个晚上回家我都要给他带饭吃 就这样的 亲密无间的这种企业家也有啊 当然这个企业家最后的结果不太好啊 被人送进监狱了 这个人是谁 是黄光玉 对吧 他当时也是说 我收购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这个创始人 我怎么看怎么爱 他就是我的未来 我一定要好好地去 跟他一起去工作 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家里头炖了肉什么 我都要带着他回家一起吃 就那么好 最后被人家弄下来 然后送进监狱里头去 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傅盛的故事 傅盛也是 小周鸿一对吧 周鸿一只要开会就要带着他 因为他做出来的会议总结 是最清晰最明确的 周鸿一非常非常喜欢 他最后还是闹掰了嘛 但是周鸿一要好一点 虽然丢掉了一块业务 对吧 自己不太痛快 但是周鸿一还是周鸿一对吧 还是360的老大 指示傅盛说 我拆出一块来 我在外边做猎报移动 我去上市去了 会变成这样 董明珠你最后说 能不能让王子如咬走一口 或者玩的不好 可能就真的被玩挂掉了 这个咱们就等着拭目以待 因为他们也在不断的为我们贡献故事 让我们继续把这个故事看下去 好 今天这个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请帮忙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朋友 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